四十五 多少知识等力量如是 此论浮入于地 知识乃事件之因 力量为施用之果 事施于用 其生之力得之积量 大海淫以百川之水 故为是机 机而浮湿 清河甘之 农田裂口 知识藏而不用 其力合生 无量之机 故事件浮以力量等之 多少知识等于多少力量这句话 有很多前代名人 在他们的名言里 都是这样说的 但云高大师对这个问题 却有相反的看法 他认为 多少知识等于多少力量 这是绝对的错误 因为这种观点不是真理 不符合客观实际 知识本身只是一种 鉴别事物的因子 知识是实践的因地 力量 力量是适用的一种果实 所以 两个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就是说 它们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将知识 适用出来成力量 产生的效果 才能得知积极量 即是积起来的一种力量 那是要产生在用上 才能算数 如大海 它虽然能装一切大江大河 百川的一切水 很大很大 就类于我们的知识一样 所以称为鸡 假使鸡起来 没有去具体用 不去施用它 水不能施用 那么 河苗就要干枯 农田就要裂口 知识也是如此 我们把知识 藏起来不用 那么 哪里能找到 力量的表现呢 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说 积累的知识 不能等于力量 无量的积 就没有能量之用 要有量的积 才叫有能量之用 简单一句话 就是说 知识积累起来 一定要启用 最后 收到效果 才是力量 所以 积累的知识 在没有用之前 不能说 它等于力量 因此 大师说 知识 不能等于力量 这 才是绝对真理